扎针这个人的真感和你的气场 这个人的气场有很大的关系 还有你竞针的手法很重要 不是说直直进进去完事 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 你看扎针有些时候我们针对一些疑难杂症 扎针的时候必须就说你扎针的时候 你是画一下这样是不是才能开了 那你这样行不行 你看我要求的领图大班 来你看我这个东西 我要求你扎针的时候破皮这一下 他用的是个抢劲 进针之后 它必须是这样的 看明白没有 你扎针扎出来什么 你看看了吗 我刚才是扎一下 你看电视头不能来 你看你这样 如果你们总是扎针 就是下针的时候 气场不足 心心不足 犹犹豫豫的 手下的针感已经弱了 你下针的时候你再慢慢的 这个是不是更弱了 那行 你看有些时候 我带同意的时候 上回我就说他 我说你这个性格呀 过于柔和 过于软弱 很好 你擅长治什么病 你擅长治疗情治病情 我说如果我让你调一个甲状腺结结 调个疑难杂症 调一个肿瘤 我说你治不了 他说那个师傅我扎得很好了 我扎得很好了你也治不了 为什么你真感太弱 就跟你每次你就 你打人 咱就打 打盾啊 打盾你看看啊 你看啊 你打他的时候 你每次的这 我要去你这 哗这么一巴掌 你看明白了没有 当然不可能 震得我手清楚 能明白了吗 只有有这种 就是你扎的这一针 一定要够灵力够霸气 才能夸一下下来 把那个什么顽固性的 那些疾病才能治好 你总是扎针的时候 也就是常见病扎上 那就是说你扎这一针 是靠的啊 为什么好了 就是你自己 靠的是血肺的功效 应该是你治治疗好 一个好的针灸高手啊 扎针的时候 一个能一直下去 把他病治好 一半靠的是血肺的功效 一半是靠的是你手上的什么 功力 功力